光荣国中拥有实力坚强的体育团队 而校内的运动风气也是相当的盛行 因此学校图书馆内就特别规划了一个独立的运动区 这里有各种运动休闲的杂志和书籍 让喜爱运动的孩子能够有更全方位的发展 趁着午休时间 这几位篮球队的队员抽空来到图书馆 因为这里有专业的美国直篮杂志 可以让他们在练球之余 知识上也能够获得充实 是篮球队的 然后有时候下课的时候 会来跑来这里图书馆看运动区的杂志 那觉得学校这个运动方面的书籍多不多 很多啊 那这样还需要去外面买一些运动方面的杂志吗 不用 学校就有了 光荣国中的体育团队 一向是运动场上的常胜军 校内的运动风气也很盛行 因此学校特别在图书馆内 规划一个独立的运动区 让喜爱运动的学生们 不需要花钱购买 也不用特别跑到书店去 只要利用课余时间来到图书馆 就能够借阅各种运动休闲的杂志和书籍 我们特别就是辟了一个运动的专区 那把市面上一些比较有名的 他们比较喜欢的杂志也好 或者是书籍我们就尽量可以采购 我们就尽量把它买过来 希望说让他们阅读不是只有语文课 就是连体育的学生他都在知识方面都可以不断的增长 透过阅读的熏陶 让喜爱运动的孩子不但四肢发达 头脑更是顶呱呱 能文能武有更全方位的发展 记者选中你们会三重采访报导